好,欢迎大家观看火山PC数据库操作的第三课 那么本集课的话,我们就要去学习我们的插入命令和我们的更新命令 那么这两个命令的话相对就简单很多了 比我们的查询要简单非常多 这两个命令就是一句话搞定的事 首先我们来看插入 插入是什么意思呢 插入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表里面去新插入一条数据 对我们之前的话是这样的,对吧 我们是手去用手去插入的,对吧 那么这明显是不智能的 那么用户可能会自动去在里面的程序上面去输入 他的账号和密码来进行一个注册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要学习怎么去插入和怎么去更新 例如说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原码,对吧 好,我们进行一个保存吧 我们把上节课原码保存起来 好,然后我们重新去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取名就叫做第三课 好 同样的 我们要这样新建一个数据库,对吧 ODBC数据库操作 然后类,我们的ODBC数据库类 好,这里我们也添加,对吧 我们要添加一下 在我们上节课的原码里面将我们ODBC数据库,这个类库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这里引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类库 添加现有文件模块 找到我们第三课,这个数据库类库添加进来 然后这里就有了,类 我们的数据库 然后同样的我们要去进行一个连接 那么连接的话,我们这里就直接复制我们上节课的原码吧 能偷懒呢,我们就偷懒 节省大家的时间 好,我们就复制我们上节课的原码 好,当我们连接成功过后 我们现在同样的新建一个变量叫做记录集 类型是我们的类 我们的记录集类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插入,对吧 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命令是插入命令 我们复制一下 同样的我们新建一个变量收口文本型 插入这个怎么去插入呢 它的语法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它有介绍 通常的使用格式为这样的 对吧 我们的表明里面字段字段和我们的数据 要操作的数据 它的表明 它通常的语法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的文章格式 这里给大家一个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的话是WG3C做的 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收口的操作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里的话就直接教大家使用了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大家也可以将你们常用的啊 数据库的操作复制下来 好 复制过后我们就同样的啊 收口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命令 那么数据表的话 我们就更改为我们的表明 我们的表明是什么账号表 对吧 更改我们的表明 字段 字段是什么意思呢 字段就是我们表明这里面的字段嘛 就这个账号和密码嘛 对不对 我们设计我们点击把它复制啊 复制账号 对吧 字段意思账号 那么字段二字段二的话就是密码 对吧 然后面就是我们要插入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里里面要记住一下啊 id里是不用输入的 id它是自动递增的 对吧 它是自动递增的 你输入的话就会失效啊 就会插入失效 它会自动去增加的 那么 然后我们账号的话和密码的话是字符串的类型 字符串的类型的话啊 你们就要添加单引号 知道吧 你们就要添加单引号 像这样 两个单引号啊 两个单引号 然后给一个下面给个逗号来进行一个分割啊 告诉前面是第一个字段 后面是第二个字段 知道吧 如果说你是整数的啊 如果说你是像这样英特类型的 是英特类型的话啊 你就干嘛 你就不用给这个单引号了 直接就可以插入 明白吧 好 我这里两个都是字符串 我就两个都给上单引号 那么我第一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插入23456 或者是随便插吧 好吧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们也随便去插入 插入中文也可以的啊 然后我们就用记录集 点执行啊 这里记住啊 执行我们的收购语句 执行我们收购语句 然后将我们的收购啊 将我们的这个收购语句复制进去 将我们的数据库啊 也复制进去 然后我们要调用记录集点关闭 里面记住啊 凡是执行了我们的记录集的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关闭 比方说我们记录集啊 点那个执行我们的收购语句 我们要关闭 对吧 然后我们上节课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没给大家讲 我们上节课的话 是这样的 我们查询过后 我们查询完成 对吧 就是当我们把所有的查询的流程 都走完了过后 我们要最后啊 要最后再给一个关闭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原码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在最后再给一个关闭 知道吧 就说 你如果说还想再去执行啊 记录集点 查询 这样的命令 还想去执行查询 或者是或者是执行 收购语句这样的命令啊 想去执行这样的命令 你就必须关闭过后 关闭上面的这个记录集过后 才能够再去执行 知道吧 所以说 我们这里的话 执行完了我们的社会语句 我们就要进行关闭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查询命令啊 很简单的 这个非常容易学习啊 你们如果说记不住的话 就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到你们记事本 把每次粘贴进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里的话 来执行看一下能不能插入 先将我们的 这个表关闭掉 那么第一次他运行程序的时候会有点卡顿啊 因为他有一个调色过程 后面的话 他就很快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运行成功了 对吧 然后看一下我们数据表里面有没有插入数据进去 是不是插入进去了 对吧 这里已经插入成功了 我们这里可以给一个回调的 我们这里可以给一个判断 如果 等于真啊 就代表什么 输出调试文本 就代表插入成功了啊 插入数据成功 是吧 这个很简单 好 那么成功过后 我们现在就要进行一个查询 对吧 我们用查询来看一下 我们说过 我们之前就说过啊 凡是你执行的这个 社会语句 或者是执行的这个查询命令这些 你都要点击这个关闭 那么同样的我们记录集 我们关闭过后 我们可以再去执行我们的记录集 执行查询 查询什么呢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去写了啊 slate 对吧 我们上去学过 新 forn 查询我们的账号表 对吧 然后我们后面是数据库 odbc odbc 数据库插座 好 我们还要取它的记录数 记录数 整数形的 记录数 等于记录集 点取记录数 取我们的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字段是我们的odbc数据库操作 第二个字段就是我们的表名 就取我们的账号表 对吧 因为我们要查询的命令 它没有啊 为了条件 我们这里也不需要在后面给这个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它不能就是空的 知道吧 我们可以直接不去写的 好 这样的话我们 然后给一个循环 好 循环我们的记录数 将我们上级一个代码手打一遍 对吧 然后我们 首先 记录数 记录集点到下一条 然后输出调式文本 记录集 点读文本 读我们的账号 加我们的密码 读文本 我们的密码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我们的数据 那个数据库里面所有的数据都读出来 我们看一下 对吧 是不是 有八条了 这里是不是有八条了 对吧 因为我们又插入一条 我们每去每那个每次执行一次 我们这里都会执行一次插入嘛 对不对 好 那么 插入命令的话我们就算是学会了 对吧 很简单 反正你有啊 你有多少个字段你就填进去 自动编号的ID你不填啊 这是最简单一个一个理解方式 那后面也是一样的啊 你这里反正是字不穿就填字不穿 对吧 然后你是硬他就填硬他 我这里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这样 我们在设计表的时候 我们再添加一个字段 添加一个年龄吧 好吧 年龄 年龄的话是硬的类型 我们看一下 英特 英特类型 对吧 就整数类型 好 然后我们 点击保存 我们默认的把年龄给他填上 对吧 都是一些小孩子 只有几岁 好 年龄填好了过后 我们这里的话 同样的啊 如果说我们新增一个年龄 我们这里就要加上一个年龄 那么年龄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 8岁 年龄是英特类型 这里就不用给单引号的啊 记住啊 这里就不用给单引号 并且啊 你的单引号一定要是小写的啊 记住 你操作你操作社会语句里面的任何的东西符号都必须是小写的不能是大写知道吗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OK了我们先加一个8 我们现在 这里的话我们再给一个输入调试啊 我们读读什么读整数 我们都可以读整数对吧 读整数啊 读我们的年龄 但是大家记住啊 我们读整数的话 返回是整数 所以说我们要调试输出文本的话 我们就给一个倒整倒本本啊 这样这样才能够调试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那个运行看一下啊啊不匹配 我们看一下哪里不匹配啊 这里的话啊 多给了 不是这里 这样这样 哦 是这里 对吧 哎 对 多了一个括号 我们是不是将年龄也读出来了 对吧 是不是用读整数也可以这样操作 那么 他新插入的一个啊 他也新插入一个一个年龄 对吧 一个呃 账号密码加年龄 对吧 是不是也读出来了 好 那么现在 我们就已经了解到 插入的命令是这么去用的 对吧 那么我们更新的命令呢 我们更新的命令呢 更新的话 其实啊 这里也有一个格式啊 大家也可以复制一下 我们将复制下来 这样我们每次在插入的过后 我们先向上复制下来 对啊 这里的话啊 你们执行完了这个查询的话 一定要给关闭啊 一定要给关闭 在最后给关闭的啊 不然的话 后面的话就不能去写这个语句了 一定要给关闭 那么 我们这样 这就是插入的一个啊 一个标准的格式 那么数据表的话 就是我们的账号表 对吧 啊 自动叉叉 为了条件叉叉 对吧 我们比方说 我们将我们所插入的这个年龄为八的啊 年龄等于八的这个数据我们该改了 我们怎么去操作啊 怎么记录集 点执行我们的收贵语句 我们的收贵语句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 我们执行它 然后我们要更改的是什么呢 记住啊 我们要更改的数据 就是我们这里啊 这里就是我们要更改的数据 为了后面就是我们的条件 知道吧 就是说我们要更改我们的数据为啊 年龄为八的 我们要将它更改掉 例如说啊 我要更改它的账号 我们的账号的啊 账号 账号等于 账号是字不串 给一个双引号 123456 账号等于6个1 后面再给一个逗号 密码 密码等于啊 双引号 对吧 密码也是那个字不串 密码等于6个2 然后我们要去更改哪一条呢 如果说你不给这个VL条件啊 你如果说不给这个VL条件 我们看一下后果是什么样的啊 你看着啊 大家记住 执行更新命令 尽量给尽量的话 给VL条件 如果不给的话 后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啊 ODBC 数据库插座 然后我们同样的要执行这个关闭 点关闭 我们看一下它输出出来的数据 看见没有就全是1和2了 他把所有的这整张表里面 所有的账号和密码都给更改了 知道吧 知道吧 所以这个就很劳火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一定要加VL命令 我们改什么呢 我们只改 我们比如说我们条件是凡是年龄只有8岁的就把他账号密码给他改了 对吧 年龄 为了条件 对吧 条件的使用方法大家都已经学过 年龄等于8 因为年龄它是我们的英特类型 他就不需要加送银号 对吧 然后我们将它密码改成什么呢 改成99999989 这样随便给吧 好吧 给很多也可以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把连那个年龄等于8岁的这个账号密码给他改掉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更新的一个简单用法和插入简单用法 其实这个更新和插入是最简单的 他们因为他们只执行一遍 对吧 你只需要给一个这个执行社会语句就可以操作了 他不像查询 查询过后你要取剧度数 还要查询 还取到下一条 还读文本 这样读整数 这样 对吧 因为查 因为查询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就放在那第一课来讲 麻烦的我们就放在前面来讲 先将要共和 对吧 那么 现在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学会这个查询和更新了 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学会不了解的话 因为你们是新手朋友 可能有新手朋友 他可能不是很了解 如果新手朋友不是很了解的话 没关系 你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 还是那句话 你现在照着我这个抄一遍 抄一遍过后 你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到你的贴定文档里面 你每次要用的时候 你带它复制出去 知道吧 然后你注意 然后你注意 小写的符号就可以了 字不算要用双引号 然后不是字不算 就不用双引号 对吧 然后分割的话 要用逗号 对吧 每一个字段的分割 用逗号 像这两个逗号 逗号 对吧 逗号 这样就可以了 记录这些简单的规则 你们就可以操作这种 简单的正常改查来进行操作 好 那么 本期课程的话 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课的话 我们就会去讲 我们的删除命令 就是我们的删除命令 删除就是说删除我们的 收货里面的某一行 对吧 或者是删除全部也可以 然后我们就会 通过我们所学的知识 去做一个登录界面 这样的操作 好 那么 本期课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